我确实每天去之前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演出来 我已经迷糊了 演艺上涯遇到了瓶颈 来吧 你切个你的手 我是怕你累 白眼 我还年轻 老实说我是不太敢演 看上去阳光的人 其实会稍微难一些 他经理是有东西的 走了吗 好来 好来 其他的人都在帮助着 这个小儿在病 特别是爸爸 咋个跑不了了 不就12个陪跑了吗 多陪他跑 是有一个时间 我基本就让死了一样的这种 这些回想起来游击场还是挺痛苦的 你身材完蛋 这些人这回怎么就 就废了 你躺开 我求你了 一直有这个困惑 父亲该怎么做 该怎么去知道孩子的内心 这种关系是人的本来 我觉得唯一的契机 你可能一回首 其实你想放 崩子就坐掉 可能 崩子 听话 我还不够听话 从小就学我钢琴 走满道 还不够听话 我是怕玩意 玩意你说中了 我现在就是下落 你高兴了 怎么啥 有点生拔 两个父子之间有那个对抗性 可能那种比较真实 现在就一个人搭那个 我们要跟我换一件事 就是 所有没有那么多 那个就自三的东西 你全说中了 河河 我想了 我和你现在一起 我说谢谢你 努力型和那种天才型的 还是有差点 哈哈哈 这个你完全看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跑过去 咱们俩回过来了 太通灵了 你一看来到哪里 我老师 摘痕迹 摘痕迹 哈哈哈哈 我看你那个花 火烘的萨热郎 你这样吗 我今天要浑身堂 我不跟你气气了 我觉得有时候我儿子也会跟我这样 真的要掰起掰起这个事情 还掰起我 你本身 哈哈哈哈 老爸谢谢你 你就是我 了不起的老爸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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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